欢迎回到首语新闻的现场 现在听障圈里头 悄悄地流行一种运动 叫做狐林 最先参加的人 就是去年台北天奥沙滩排球的选手 周沛和尤兹璇 透过这个运动 大大的增加了他们的肌奶力 于是又推荐给女男队友加入 大家一起来练习 现在每一个人都是身强力壮的健康宝宝 虽然手已经酸到不行 但坚持两个字 让尤兹璇撑过去做完所有的动作 你要拿你可以承受的重量 去逼你去逼那个肌力的力量逼出来 他手上拿了这个长得很像茶壶的东西 叫做Cent Bell 中文翻成狐林 大小重量不同 是一种透过提 蹲 举等动作 增加肌耐力的体势能运动 现在正慢慢在听障圈里流行 而最先开始的就是他和周沛 台北听奥参加沙滩排球和女男的周沛 因为集训膝盖受伤 今年一月开了刀 最近把狐林当成复健运动 效果很不错 而且还练出了成绩 好运动要和好朋友分享 当然就要推荐给听奥女男的队友们 集训结束就还蛮长的时间嘛 然后就是有变胖啊 然后北北的这样 然后最近都有人说 哎你变瘦了 练得最好的就是徐伟玲 个头娇小拿了可是16公斤的狐林 只是这运动瘦身过程一点都不轻松 看看每个人的汗水都是用标的 刚快结束啊 好累哦 对可是不知不觉时间很快就结束了 对所以其实练完的时候 就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 有成就就会想要持续下去 里头最不像运动员的张伟山 也开始爱上运动 有汗的感觉 因为还蛮舒服的 对 而唯一不是听障运动员的李鸿逸 望虹从中一点绿 只能把这群运动女节视为榜样 让自己变得强壮 狐林源自于俄罗斯 传到美国开始风行 成是奥运男子实相中的一项 引进台湾的教练就是他 看到听障生积极运动 教练很肯定 有肌力就有体力去做 我想要做的事情 要活就要动 听到女男队员身体力行 做到了运动健康 健康过生活 记者陈秋林 郑凯文 台北报道 关心天气 接着来看各地白天的详细温度